霍小龙要对上张佩敏 中国格斗界的四颗之王再次出征泰国伦皮尼 霍小龙和泰拳手有着不解之缘 他多次征战泰国 甚至能够一个比赛一脚解决对手 拿下在比赛中18战连胜不败恐怖战绩 今年上半年霍小龙就有两场在泰国的比赛 每一场比赛霍小龙都赢得极其优雅 就在今天30号晚上8点半 霍小龙第三次前往泰国伦皮尼竞技场 他能再一次拿下胜利吗 这一次霍小龙的对手是一位技术精湛的泰拳手 恐怕来自著名菲尔泰斯拳馆 泰国的伦皮尼竞技场被视作是泰拳胜地 能走进伦皮尼竞技场的泰国拳手都绝非泛泛之辈 恐怕和大部分的泰拳手一样 有着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 职业战绩83省18负三平 并且拿到两条泰拳世界冠军亲腰带 恐怕今年才23岁 整个职业生涯都处于上升期 这一战绝不会轻松 霍小龙又该如何面对呢 其实霍小龙在今年三月份之前 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打过比赛了 能进入伦皮尼竞技场得益于霍小龙 在三个月内连胜两场 第一战是在三月份 霍小龙熬了整整三年才等来上台的机会 由于过于兴奋 再加上情绪等紧张 不小心喝了冰水 导致他得了急性肠胃炎 第一天差点虚脱 第二天完全无法进食 在这样的状态下 霍小龙面对赛易德马赫迪 忍耐住身体的不适 依旧使出全力 凭借着灵活移动极具爆发力的跳膝和重拳 让赛易德马赫迪完全招架不住 霍小龙三回合两次击倒毒苗 直接碾压赛易德马赫迪 时隔三年霍小龙再次拿下胜利 这场比赛对他意义重大 两个月后的5月12日 霍小龙再次踏上伦皮尼竞技场 这一次霍小龙掌控好自己的情绪 成功以完美的姿态上场 他在比赛中轻松写意 猛然一脚结束战斗 解说都没有反应过来 霍小龙就下班了 还拿到了35万泰铢花红 可以看出霍小龙近期状态极其优秀 而第三次伦皮尼之战 是霍小龙最关键的一战 他如果能拿下这场含金量十足的胜利 将极大提升自己在泰国的知名度 很有可能打入万的正赛 如果这样的话 未来张佩勉有可能会与霍小龙 上演一场草量级的中国得比 个人十分看好霍小龙今晚8点30的比赛 认为他可能在第三回合之前结束比赛 大家说是不是呢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 长打不知点赞 就是最大的支持 再会